好 幾次啊 可憐的小優 不但露才還有爛桃花 究竟是金城的誘惑 情愛的糾葛 還是命運的糾纏呢 這到底是老才會 好怎麼辦 老師 除了你們還會知道 沒有才會還爛桃花 對 也太慘了吧 你們這些桃花怎麼搞 你們這些爛桃花怎麼搞 他就是沒有才會 你怎麼還會沾上它呢 沒有 他重點擺錯了 對 難道不是風水的問題 是人的問題嗎 當然不是啦 風水的問題可多得很 李哥哥的房間 沒有 是全家風水最好的 真的嗎 你哥哥是不是搞建築土木的 我哥是 我早知道他的爸爸也是 那為什麼 他是風水 但是他沒有來看 誰是風水 誰 怎麼又你 缺點還是有 我告訴你 不服氣的詹老師 還要教你如何運用生肖 來做物行開運 千萬別錯過囉 詹老師你好 今天有項不可能的任務 將通負給你 請你檢查電話下方的Wookie 本次的線索就在裡頭 今天的任務對象 就是新生代女仇小優 開店一年半 始終賺不到錢 演藝事業也起起伏伏 請務必幫她治好風水決陣 好 高興喔 我來到這個新生代最受矚目的 這一位小優 好 真的 老師你終於來了 我等你很久你知道嗎 我現在問題超多的 怎麼會 我覺得你發展得很好 沒有 我現在問題真的超多 我這個月是人生 就是運勢最差 我跟你講我的店 發生了非常大的事情 來 是不是賺不到錢對不對 還是倒閉了 還是倒閉了 快 太倒閉了對不對 快要移電了 不是 重點是 你有開店喔 有 對 我有在吃大黑家店 對 然後還有 然後還有我現在那個通告很大 等一下 是不是通告很少對不對 你怎麼會這樣 確實是好一陣子沒看到他 對啊 你去哪裡了 沒有 因為現在可能就固定 有在另外一個節目 所以通告就變少了 那什麼呢 我們是報不到人嗎 那什麼 會 我們通告變少了 我們節目還來幫你啊 對 謝謝 還有什麼問題嗎 等一下 爸媽的身體 讓你堪憂對不對 這樣 他還沒開口 你怎麼擠到 對啊 你擠什麼 等一下 還有爛桃花對不對 老師你怎麼都知道啊 你太厲害了吧 對啊 老師超厲害的 真的 真的 跟著老師走就對了 真的耶 老師你真的每一點都有講到 這個廣告上面都有寫啦 所以前一天就已經把 我們跟老師 老師背得討熟啊 原來 你少講了一個 他有組出一個團體啊 搶泥草莓有沒有 你漏搶了一個啦 我的意思是說 我來開行的時候 就已經看出來了 那藉由這個機會 來幫你做一個強化補救的 拜託 拜託救我 而且一開始你就知道 他的問題這麼嚴重 問題啊 就在我的後面 什麼 什麼 你中爆補寫錯字嗎 有點皺 不要燙哦 很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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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誰什麼年代 還要把它掛一次 熟 跟我爸好像啊 好怕 好怕 哪裡啦 你不是後面吧 我知道 哪裡有門 消太上去了 好啦 我們趕快看一下 那是後面的門 好 後面 當然啊 你看 天空都為你掉眼淚了 難怪 難怪 難怪啊 你怎麼落差啊 難怪啊 有 沒有通告電源要倒了 好 一看就知道問題在這個地方了 我家人口比較多 所以鞋子放得比較多一點 你們家人口住幾個人 大概六個 六個 住到六個人 六個 因為現在又多一個寶寶 所以會變七個 看不出來耶 對 其實是龍子妹 不是我 是我哥哥 哥哥也跟你一起住 所以哥哥、大嫂 然後加小孩 你跟媽媽還有姐姐 加不出去的姐姐 然後還有 所以你們家幾房啊 我們三房、兩廳 要不然 所以一個房間都睡兩個人這樣 差不多 真的空滿多的 所以當然鞋櫃一定會很多鞋 真的 他如果以六個人來說 六個人兩張鞋子很少 對 因為我個人就包括二十幾雙 超級 對 女藝人是沒有辦法 老師 那你講講看啊 我們前面都放那麼多鞋櫃 有什麼問題嗎 講講看啊 前陽台代表我們外出的人際關係 跟我們的人脈 以及我們交際的狀況 我知道 我放這麼多 應該是人員很好是不是 大頭啦 我們希望滿庭芳香之外 最害怕就是雜物恆生 跟湊氣恆生 我問你 這個燈可以開嗎 這個燈可以耶 那還好 怎麼了 因為前陽台一定要 要明亮 明亮 就是像你事業的光明燈一樣 所以平常都要點著會比較好 最好你還換白燈有沒有 還要換亮一點的 對 風水最代物就是 好的風水進來 壞的風水往廚房、廁所排出去 所以前門要大、後門要小 你這裡就是壞風壞水 為什麼 哪有這麼快啊 只是一定要把鞋子丟在這裡而已 這個 不可能會有香的鞋子 像這種的 比較有異味的鞋子 你放在你的前陽台 除了湊氣恆生之外 最可怕的是 前陽台要有圓體 要一望無氣 擋住了 你擋住了 你擋住了別人看你 也擋住了你看不到別人 你的前途就是屬於這一棟 可是老師 他的那個啊 如果即使沒有檔 也是看到別人家 還是看到對面人家家裡耶 對 因為對面人家家裡頭 至少它有一個距離的一個 有動距 而且風生水起 你來我往的氣場 都化解了 對 與其我們看對面別人的住家 對面那一家有那個耶 穿堂東耶 那個穿堂上 要不要現在過去看 順便看兩邊啊 等一下啦 我們還有很多問題 注意一下 好 在意一下小優 好啦 我會等到你們的姓聲袋 好不容易來到小優家 當然是先辦正事要緊 你們就行行好救救他吧 不過此時 詹老師卻有了重大發現 家家戶戶都會裝設的鋁門窗 竟會導致家運敗壞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其實更可怕的就是 我們愛家愛戶都有鐵窗的設立 對 為了防範這個蕭蕭 小心 你這個是最兇煞最可怕的鐵窗 蛤 鐵窗還有分喔 很正常的款式嗎 對啊 中國人的風水分為 外軟頭跟內軟頭 就是門外的井 有山有水有路 叫外軟頭 居家門裡面的櫃子沙發 跟椅子桌子叫做內軟頭 這個就是代表一個掛像 鐵窗如果是圓的代表金 它的圖案是這個長形的 紙桃的代表木 金木相剋之外 橫的圖案代表土 土金又相剋 這種組合的圖案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一種圖形 對面那一戶你們也是耶 換一下了 可是人家做好就是這一種的 而且很多鐵窗都是做這種 對啊 最後解釋一下 還是你現在也在做鐵窗了 不是啦 市長,你可以跟你接一下嗎 我的意思是說 有橫的鐵窗 代表我們說的屬土性的 直的代表屬木的 圓圈圈的屬金的鐵窗 對 不規則的屬水的土窗 還有我們所說的一般的 三角形圖騰的鐵窗 屬火的土窗 那麼五形的鐵窗 鐵窗代表我們一個選擇 那麼配合我們的生肖 以及窗簾的顏色 將是這一集為大家做一個 大開運、大改運的一個 新的工序來建議 所以鐵窗你這麼嚴重就得表現 我怎麼知道 那我怎麼知道我要選哪一種 才是適合我的生肖有關嗎 所以你不要轉台就會知道 你的生肖適合什麼樣的鐵窗 好啊,那我先要問小優的啊 小優的 那是看他 因為他才有六個人耶 對,客廳的話 就是以爸爸為主 是啊,你現在看鐵窗 你怎麼會看客廳呢 因為這個是屬於客廳的前陽台 所以要看客廳而已 那是看爸爸的生肖 爸爸的生肖 如果是廚房的話 就是看媽媽的生肖 如果是小優的房間 就以他的生肖來看 如何做一個... 人是這樣啊 如何做一個人住、自住 天住的一個建議 好,那我請問你 如果說家裡 當然像小優很幸福 家裡都很健全 但是有一些可能爸爸已經不在了 對 那如果前陽台的話 他要看爸爸還是看媽媽的 如果爸爸不在 當然看媽媽的 媽媽不在的話 就以長胸為主 好,所以現在看爸爸的生肖是什麼 我爸爸是叔叔 老鼠 對,鼠 他要選哪一種 還有我們說的 鼠這個豬的 在五行中鼠水 所以在選擇鐵窗的時候 盡量用不規則的線條的方式 或是藍色的窗簾 淺藍色的窗簾 作為一個內外的加分 那麼就是水水相生 是哦,所以我們如果客廳要裝窗簾 就用藍色的 淺藍色 淺藍色都可以 老師,那問題是 因為我們也花了大錢 裝了這個鐵窗都裝好 對,都裝了 對啊,因為拆床換也 好像沒有那個預算 當然 如果... 其實你把它整片拆下來 把它再融成鐵 再重塑那個 不是 我自己在那邊融鐵 我們可能會有 對啊 對 對啊 那鐵窗選得不好 並不代表有什麼災難 是加分的部分比較弱一點 就加分 如果加上盆栽的話 綠意盎然,生氣無限 也是加分 所以如果我不要換它的形狀 我可以用盆栽改善 盆栽改善 有用掛的方式的 也有做這個擺在這裡 處置 你說像對面那個那樣子嗎 對,那樣子也是一個 趕快去跟它借幾盆 對 自己去買 沒有,它會哭掉 對,你要用自己的 然後鞋櫃老師 你有建議它鞋櫃放在哪裡嗎 鞋櫃 無論如何鞋櫃的高度 如果真的要放前兩台的話 不要高於這個 不要擋住你的圓景 對,不要擋住 不要高於這個 最好是低的就好了 低的,對 而且我覺得你那邊那個空間 就完全是可以放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放鞋櫃 放那什麼爛桌子 爛櫥 不是,該敲的是這個 對啊 然後這個 這個是籠邊 籠邊有這個主機轉動 像一把刀一樣的 不是籠洞嗎 籠洞啊 但是它應該是擺在 我們不要影響我們視線的 為原則 如果靠這個牆壁這邊 這可以掛牆上嗎 可以啊 很多的這種主機都掛牆上的 前面是散熱 後面是轉動的 還有這個蛇煞 如果你把這個裝作品 不是很好嗎 又不見蛇 對耶,如果你蛇煞 就在沿著這邊 然後你把它擺在這邊 底下放鞋櫃就好了 對,好,規劃設計 它真的有錯空間了 小優真的是大錯特錯 難怪店裡的生意不見其色 前陽台不是除藏室 勿對放雜物喔 以免阻礙你的事業前景 最好在視線看得到的範圍 將雜物清空 而解決完陽台的問題 現在馬上進行 大家最關心的神桌風水 神桌擺放很重要 你不可以不知道 是你們昨天才安的嗎 對,我們昨天才剛安的 真的假的 最近剛安 因為我們班了一個月而已 所以你們原本就住這裡 只是重新裝潢 對,因為哥哥要結婚了 昨天才安啊 那你怎麼不多等一天 他今天就來了啊 真的,沒有,因為我哥哥 有偷看日子 他說昨天4號 我知道 他哥哥很聰明,偷看日子 張惟忠有來那天 趕快 前一天趕快 也是 那安的如何 對啊,想問一下 我們說過 這個叫做仙人錢財 仙人錢財 山水化代表貴人錢財 對不對 如果前陽台 前陽台做得好的話 叫遠方錢財 這就是仙人的錢財 如果沒有得到很好的擺設的話 不但沒有辦法進神、迎神 甚至於有內神通、外神的危險 老師,那我想問一下 你一直講說神桌要面向外面 看天對不對 可是它那個陽台 我們剛剛打開看了 全部都鞋櫃擋住 這樣也有影響嗎 它看不到外面 基本上對神是不尊敬的 第二個 看得到光 光是天的意思 對,OK,還好 好 但是你進來的不是好的氣場 對神明也是一個減分 這個的主廚 有沒有看到 怎樣 前後位置 怎麼了 前後位置 對 這個應該要前面一點 對,往前面一點 沒錯 要前面一點 前後順序 對 一定是尊大非小 尊右非左 這基本的原則 但是一定要往前面來 好像神明在前面 我們做跟班的 在後面的意思是一樣 可是他有做好了一件事情 上次我們去這個 因為素人家 他有稱讚他 就是祖先的香爐 有耳朵耳體面面 是不是 對,這代表說後代子孫 能夠聽話的意思 除此之外 我們這個香爐 一定要把香灰放八分滿 八分滿 才能夠有豐滿的感覺 才會有聚才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香火底盛的感色 可是很多人都後來滿到 整個滿出來 對,所以每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號 你說得很對啊 十二月二十四號 清存的時候 他們會用湯匙 把不要的人咬出來 裡面還藏古銅錢 或現代的錢 正反…八枚 然後再到…這個要清爐 然後祈求好的意思 是這樣做的 不過曉悅,妳剛剛說 你們家有住了六個人 可是那邊不是只有兩個房間嗎 這間是我哥哥 我就是大嫂 這間就是我和我姐的 兩個、三個嗎 那媽媽 四個五個 對啊 爸爸媽媽媽放在這邊 後面 你是說指的是神桌後面 神桌後面 對 致命的神桌禁忌 竟出現在小優家中 慘不忍睹的小優 露財又遭逢爛桃花 對啊 這到底是桃桃味 好,怎麼辦啊老師 除了沒有桃味之外 還翻出來一個爛桃花的殺氣 沒有桃味還爛桃花 對 也太慘了吧 你們這些桃花怎麼搞 你們這些爛桃花怎麼搞 它就是沒有桃味了 你怎麼還會沾上它呢 你怎麼會沾上去 四點擺錯了 對 爸爸媽媽放在這邊後面 你是說指的是神桌後面 神桌後面 對 怎麼了 老師,這個 好講嗎 算了 等一下 算了啦 還是就算了 不要這樣啦 有問題就要回答 我們這神正信箱 有問題答案 高雄的高小姐 你知道神桌後面 有房間會怎麼樣對不對 可是沒辦法 格局就是這樣啊 你先敲敲看那個 是不是石牆還是 有法幣有破完 你不回答我們這個 那你敲一下是不是 好緊張 這個全部都放出來了 石牆 石牆 磚牆 我看過很多的風水房子 它們都陷入一個傳統的 風水的謬師跟迷思裡面 我們要敬神敬佛之外 佛桌的背後不要有 木頭、木板的牆 因為尤其是夫婦 在後面抱抱等等的 那種聲音或是那種震動 對神明確實是有 擾神不敬的作用 但中國人說 高一吋為山 低一吋為水 高一吋為陽 低一吋為陰 這種石頭水泥的牆 就仿佛是另外一座山的意思了 如果是隔音是好 而且又是石頭水泥牆的話 佛桌的後面就不再此現 就沒關係 對,很多人陷入這樣的錯誤想法 又因為佛具店的共識比較少 了解不夠 所以造成很多 為什麼每集都要攻擊佛具店老闆 佛具店老闆 我是很支持你們 賣佛桌、賣佛像 但是你們座位、座像 稍微要冷靜一下、思考一下 中國的古代大廟 日本也是一樣 哪一家的家廟、祖廟 不是像天、像門、像落地窗 有沒有一個廟進去 轉過來才看到大雄爪墊 或看到祖神的 我覺得你才需要冷靜 不是,這是一個風學 我們藉這個機會 來告訴大家 能夠分享這個風水的快樂 跟智慧 對啦,所以我們自己知道 就不會被佛具店老闆影響 因為有時候他們來會 給大家建議 他們也是好心 可能放這個位置比較好什麼的 不過說實在話 如果它是實強 也沒有在這個範圍之內 那就沒有這個影響 那我們要看一下媽媽環料嗎 嚴重了 怎麼了 嚴重 它在後面不是太好的嗎 嚴重了 非常重要的神桌風水 再為大家強調一次 神桌最好面向大門 或是窗外 而神明爐要在前面 祖先爐要在後面 才不會對神明不尊敬喔 媽媽 等一下 好 雲林王小姐 我聽到了 什麼 雲林王小姐在哪 她剛剛我走過來的時候 她Cue我 沒有啦,她有來心而問 她說如果我們這個是石牆 是剛剛好 還沒有影響到 可是沒辦法 很多人家裡就是木板的 或是輕隔間的 真的是沒有隔音的效果 那怎麼辦 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破解 我的經驗是看到很多家庭 在做這個裝潢的時候 她要把神桌後面的牆 跟她的房間的牆 中間有隔了一個牆 她把後面當成置物 這是一朵他們個人的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如果這個是木板的話 它要再隔開 再隔一個牆 中間有個空隙可以放東西 它放雜物也好 空的也好 他們是降速力的 那如果真的太大聲的話 還是會吵得到啊 真的啊 但是也放雜物也不會吵到啊 因為他們不清楚 為什麼這個牆跟後面 竹臥是什麼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剛剛說的噪音 以及那種抱抱哀哀的感覺 如果這是木牆的話 它在神桌的背後 會貼上一個很大很大的 一個紅色的紙片 以這個來做一個區隔 貼紅色紙 神明就聽不到 就是把這個區隔 陰陽兩界 神界跟人間 作為民間做一個 化分區隔的意思 那如果說像妳講的時候 中間隔了一個 然後放西音棉 西音棉 錄音式的那種 西音棉 不知道很容易 對啊 我認為還是一個近繩的角度 近繩 所以貼紅紙 對 就是整面嗎 整個佛桌後面整面 整面貼紅紙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它這個是隔的 那我貼紅色的壁紙 可以嗎 也可以啊 也是一樣意思 紅色為一樣 所以你知道 用紅色就可以組隔就對了 就可以盡情的 不是啦 如果人家加強嚴格板的話 就床頭板 不要靠這面牆 公廖家民醉 我們就趕快進去媽媽的房間 看一看吧 因為空間狹小 所以更要注意擺設上的問題 媽媽不在 媽媽不在 等一下 什麼 什麼 幹嘛 我看到了 是這個嗎 對 亂猜 怎麼了 我之前跟你們說過 為什麼我說你爸媽的健康 身體貪憂 跟健康是影響最大的一個睡眠品質 是床位 一個是我說的 你說這個嗎 對 我的房子裡頭 這就是一個我們所說的動線 現在很多壁掛式了 幹嘛還要放桌子 因為我爸他是比較擔心會掉下來的人 而且我覺得應該 他堅持要怎麼 因為這個桌子應該是你們以前客廳的桌子 然後你捨不得丟 真的 我爸就是很省 還是他想說地震可以躲底下 第二個就是床位 好 床位 後有窗 不好嗎 窗後面是什麼 後陽台嗎 是後陽台 還好 但是後面都是窗戶 不好吧 可是我這個設計是因為我當初我爸媽 你設計的 就我們有考量啊 你設計你爸媽 沒有 我跟我哥他們想說 就是好像這樣子那個燈光 就是那個太陽照進來 比較不會刺眼 對 因為我哥之前是睡這個房間 然後他這個床頭就是在那邊 然後每天早上就直接 早上太陽就曬醒這樣子 老師說實在話啊 然後這個房間真的滿小的 比較小 因為也沒辦法 好像沒太多選擇耶 你說放那邊 又靠門對不對 對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一百分 至少做到八十五也好 是 這個就是我說的 後有窗 陽光 風聲 或震動 等等的都會影響睡眠 安全感也不夠 那麼 雖然前屋門 但左右並沒有縫緣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把這個窗有沒有 放在這個地方 房頭板在這邊 對 那麼前屋窗 換這樣子喔 對 前屋窗後屋門也就OK 左右縫緣 左倾龍 龍開闊 那麼這湖邊對不對 湖邊沒有是牆 是個窗子 也是一個苦開闊 左右縫緣的一個 氣場的設定 然後把這個櫃子 放在 這一面牆 對 就是在那個佛桌的後面 對 電視其實也可以移到這裡來 對 因為密掛室 然後你這邊 衣櫥換大一點了 就不會有這麼多的這些 對 因為我爸爸他們真的都捨不得丟 舊家具 愛膽 深等要丟 一進到父母房 就發現很多矮桌 不但影響動線 還會導致運勢下滑 這在風水上 就稱之為 鹿旗宅若 而床頭後有窗 容易影響睡眠品質 最好將床位轉個方向 收座整理就行了 就是 因為其實那個比較大房間 是我跟我姐姐住 其實女孩家都會出嫁 所以我媽媽他們想說 先讓我們住大房間 等到我們出嫁了以後 他們在辦公室 唉唷 笑死人的姿勢 媽媽 她就沒頭髮了 你叫她嫁嫁給誰啦 對 不是 妳不要這樣 有啊 所以妳就一直抱在那一個大房間 沒有啦 因為之後可能我哥哥就生了小孩 那媽媽移到大房間這邊 就小孩房 是這樣子 對 移到大房間這邊就小孩房 以後這邊就變我哥哥的小孩 那妳哥哥呢 哥哥就住主臥室 就小朋友會長大啊 小朋友就住著而已這樣 那爸爸媽媽 不是啊 妳不是就三個 爸爸媽媽 她的前提是她跟姐姐嫁掉 對 前提是你們兩個嫁掉啊 所以趕快把我嫁掉 不要這樣 不要急 好 找到好的 真的 好啦 慢慢看 所以我覺得妳先換個大房子 比較快 所以她一定要先把財位先弄好 對 賺錢 對 賺很多錢 就不用怕有沒有薄花 買房子給媽媽媽 大監一點 愛住多少人 真的 嫁不出去在家也沒關係 那我們就先去看一下她的財位 再去看她房間 好... 先幫妳找財位 財位有這種東西嗎 妳的 確實是沒有 右邊45度角的財位見空 而另一頭左邊的45度角 也沒有好好利用 究竟該怎麼解決呢 不好意思 我們在這兒喔 鼠鼠鼠鼠 就是要告訴大家我們的關係位置 因為我們要幫妳找財位 要走過去 對 你知道財位是一進門的幾度角嗎 我上次有看你們節目 妳這樣答不出來 A馬有說 對 45度 沒錯 那妳看看妳家的財位在哪裡 45度 就是老師剛剛那個 攝影大哥剛剛在攀過來的路上 妳覺得到哪裡去 應該到這邊吧 然後呢 45度在哪裡 45度角 如果我數學沒有很差 應該是這裡吧 然後呢 妳看到了什麼 是一盞燈跟牆壁 然後妳看到了什麼 妳到底什麼財位 妳還在那裡 問到沒有財位 沒有財位 妳看 空空空空 空的 那另外一個45度角 那邊 餐桌 妳們放什麼東西 鐵架 鐵架 還有熱水器 熱水瓶 妳看妳家空空如也 妳看妳的財位怎麼辦 妳這樣怎麼會有通告 怎麼會代言 等一下 它如果先45度角 這個算嗎 對 太... 沒有超過一個門的攤度 都不算財位 不算喔 那怎麼辦 妳是空的啊 好 怎麼辦 老師 所以本來就沒有對不對 對 所以說妳重新裝潢才沒有 本來這邊就是這個牆 對 所以妳一直都沒有財位 除了沒有財位之外 還關係到一個 爛桃花的煞錢 沒有財位還爛桃花 對 也太慘了吧 你們這些桃花怎麼搞 你們這些爛桃花怎麼搞 它就是沒有財位 你怎麼還會沾上它呢 沒有 重點擺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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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反正就是兩個都沒有 對 我都很慘 怎麼辦 老師 妳一起講的意思是 妳一次要幫它解決 對 真正的高段風水 是能夠四兩波千斤 不用敲門打牆 而大興土木 能夠瞬間化解不必要的煞氣 那才叫做高手中的高手 好 我們這邊沒有柴位 第一 這柴位你要怎麼解決 一般以傳統人的想法 摩斯 他會這邊放一個隔板 就直向隔板 形成一個L型的柴位 對不對 可是以這個情況之下 不行 抖道神 不行 那坐矮一點啊 如果真的要強迫坐的話 只能坐到這個角度 不要超過這個柴桌的 硬要坐的話 說實際上你硬坐這樣子的話 你這樣子錄好像沒有東西 對 所以說我們貼兒求其次 也有很好的方法 這個地方柴位 叫作唐建門 是一種穿唐風的另類穿唐風 所以進來看到很多的門 我們這裡如果做一個總門 這裡做一個總門之後 那麼這邊就放 這邊就變成你的柴位了 你這邊如果做一個總門 等於你進來就是這個角 這個柴位 就不會看到這麼多門了 對 然後這裡又有一個很大的柴位 在這邊 這也就是我的柴位了 就放過夜裡的盆栽 讓它生機無限 生意盎然 讓你柴一直生 也是考驗你的柴位 還有什麼 魚缸是不是也是 魚缸的話 它這邊產生一個氣場 就是一個聚材的能量 魚缸也可以 也可以擺大盆栽的地方 對 你看 屏東的屏小姐 她講說 你這邊做一個總門 那裡面不就是門中又有門嗎 房中房對不對 房中房 那又不要了 我來解釋一下什麼叫房中房 如果這個門進來 對 這裡是一個房間 再進去又是一個房間 我們稱它為房中房 但是你這個總門進來 是一個公共的走道或通道 不是算房中房 就像大雅家那樣的 那是沒有關係 那可以就對了 當然可以 而且剛剛老師有特別講到 你的爛桃花 你說爛桃花 真的爛桃花有三個重點 一 就是你臥室的床 腳直接向臥室的門 沒有 它沒有 應該沒有吧 沒有 第二個就是爛桃花就是 床就是我們睡覺愛愛的地方 如果雜物很深 湊氣很深的話 那也叫做爛桃花 是 也沒有 霧鞋看到沒有 發現很像 第三個更可怕的就是 床是接待客人的地方 就是客廳 客人到你家 既然馬上看到你的睡覺的姿勢 因為迫不及待啊 對 有時候你能瑕疵的一種錯誤的誤導 那就是我們說的 床、建、床 也是爛桃花 所以你的爛桃花會非常的嚴重 好 所以如果做個總門就解決了 然後就也隔絕了 他就是一進家門 就看到你躺在床上 我的腳還要長床上這樣 老師有建議什麼樣的門嗎 會比較適合他們 因為他也不可能左右開 對 前後看過 左右拉門 兩片門造型是一樣的 這一片給它固定 只要動這一片 對啊,因為你這邊還有點空間 可以做拉門 可以這樣子拉過去 對 這裡雖然是兩片門 可是這個要變成一個牆 他說這一個是固定的 因為你這裡要做柴位 所以你這一片門一定要是固定 好 我現在這一片是固定 然後那一片才是移動 所以要開始開它 就只能這樣開它 然後進去就是... 這樣很清楚 這樣有沒有很清楚 好,我懂了 那你可以收到這裡來 對,進去了 清楚嗎 空間配置的問題 讓原本的45度角 無法做L型的隔板 否則會擋到神桌 最好在客廳和房間的交界處 做個總門 不但在神桌旁 形成L型柴位 更可以化解 進堂建床 爛桃花的危機 而緊接著 馬上來到小優和姐姐的房間 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兩姐妹心神不寧呢 還不賴啊 尚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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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脫脫寫 尚無良 前無穿後無門 爸爸,這是... 老師,我看到你的東西了 什麼... 漂亮喔 為什麼你會在自己的床頭 放這個 什麼 尚無良 穿心煞 這是... 這是什麼啊 這是之前在節目啊 然後這個答對問題獲得獎品 它是可以勾鑰匙的 掛的鑰匙 它是那種創意小屋 我想說就擺那邊 你掛鑰匙,它就奧子咧 因為它就是那種創意小屋 為什麼會掛一個這個在床頭 我還有一個屁股的就給我割 妳現在在炫耀嗎 沒有 它不好嗎 那還滿可愛的啊 老師,妳說說看 這種東西放在床頭 這種基本上有人的形狀 又沒有臉、沒有鼻子 沒有眼睛 諸如此類的 都是屬於我說不好的型跟靈 盡量不要放在床上 立刻丟掉 我等一下丟掉 我真正看到一個大問題 其實是在於那裡 Oh my God 這才是最大問題吧 是耶 觀察入圍的佩蓁 到底發現了什麼 張維中地位不保 當場怒火駐守 李哥哥的房間 怎樣 是全家共稅最好的 真的 真的假的 妳哥哥是不是搞建築土木的 我哥是 是我的少少 他的爸爸也是風水 就是念風水 那為什麼 他是風水 但是他沒有來看你 誰是風水 誰 怎麼有你 缺點還是有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真的看到一個大問題 其實是在於那裡 Oh my God 這才是最大問題吧 是耶 是不是 鏡子睡到那個床 這才是一個問題啊 真的 而且還兩個床 還有霸掌 霸掌 霸掌 霸掌鬼啦 霸掌沒有 突然有點餓了吧 老師 這個床 還像很多那個飯店 都是這樣子 有四十歲的毛毛 可是真的沒有位置放啊 因為它叫飯店 所以它不是長久居住的地方 所以偶爾住也沒有關係 長期來看的話 睡覺是我們養神 養肝養膽的好時機 所以這個照上去 其實會不會造來惡夢 夢遊或心神不擬 睡眠品質不好 那麼人沒有很好的睡眠 沒有健康的身體 拿來好的愛情跟工作事業 這是要注意到 怪不得我最近真的有常做惡夢 你是睡這一邊嗎 我睡這邊 那就是你照到你自己 你自己半夜起來不會嚇到嗎 有時候睡也難把 說到你睡這邊 老師我想問一下 左青龍右白虎 其實小優跟他姐姐同床 那是誰要先嫁出去 有要先睡哪一邊 應該是左大右小 所以姐姐眼裡比較大 應該是在這個方向 那我們睡對了 右小放在這個方向 所以你這個尊這個方式來 那不過你還有優點 就是左右楓圓 對啊 一半還腰 而且它也沒有對門 然後窗戶也沒有對到 除了那個鏡子之外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那除此之外 我們希望幫它做更好的開運 對 你的生肖什麼 我屬虎 你現在是說桃花運嗎 還是財運呢 快點... 或適當的桃花運 好不好 我們說窗簾代表眼睛 也代表病死 虎跟兔 在五行中屬木 那麼如果選綠色 墨綠色、深綠色 我們稱為木木相生 如果這個地方用 我們說這個顏色的窗簾的話 對你個人是自助 自我幫助 那我們知道 這個水深木對不對 水滋滅的根部 對 讓你的浴室會越來越好 所以這裡用藍色、紫色、黑色 微藍色、淺藍色的窗簾 是代表人住、天住 貴人幫你忙的意思 剛才爸爸媽媽的房間 也是看爸爸的生肖 對 那是淺藍色 也是淺藍色 那其次 我們希望能幫助這個房間的意思 跟我們同住在這邊房間的人 一起幫助他 叫做住人 對 所以木來是什麼 木產生火 木來說好像火 叫做生跟被生 所以用 粉紅色 這個系列的 對於屬老虎跟屬兔的話 是有一個幫助的意思 對家中同一個房間的 夫妻、姊妹、母子 都有一個加分的意思 那他跟姊姊住 不是應該要看姊姊的生肖嗎 通常以姊姊為主 當然因為他是藝人嘛 就是心態 對 了解 所以他很多可以選擇 看是要自己幫助自己 還是要添住你的貴人 還是你想要藉由你的運氣好 來幫助姊姊 先讓姊姊嫁出去 你可以獨爸這個房間 好啊 我先幫他 像他本身 你看他這個 寫出來有沒有 所以水型的 水木相生 這種的鐵霜 這個形狀就對了 適合你 那他真的選對房間住了 真的 但是老師 我還有問題 就是因為 就是我從這個新房間之後 我就一直有個打算 然後等到你來 我才可能就是拿出來 這什麼 因為我之前有就是 拍了一張性感照片 你在那個 對... 然後我想說 要不要就是把它刮開 因為這個拍得很漂亮耶 對 然後想說 你想要掛在哪 我想要掛在就是床的後面 我們就要把老師這隻 超辣的啦 對 然後我要掛在那邊 老師 你看看 這是你嗎 修成這樣 沒有啦 有修一點點啦 但是就是有那種練習的 你說想要掛在你自己的房間嗎 我想要掛在自己的後面 這個真的不需要大師來說 所以我就告訴你不行 不行嗎 因為房間裡面 不可以有太多自己的自畫像 對 真的啊 真的 而且你把這一幅掛在這裡 姐姐作何感想 其實我根本覺得 你只是準備來炫耀而已 還好啦 真的很漂亮啦 可是像這種很漂亮啦 可是像這種很漂亮的照片 我們好不容易拿到了 我們當然想要掛起來 又不能掛 對啊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地方掛啊 基本上我們說為什麼 北二高旁邊那個... 喂 廈樓的旁邊 掛在北二高旁邊的看板 那他們開窗會不小心啊 自己這樣也不能掛怎麼辦 對 真的掛 為什麼不能掛臥室 因為臥室有時候 在半夢半醒之間的時候 有看到類似人形的圖案 包括衣架啦 或是照片啦 或是我們說假人啦 或假的頭睡眠的時候 起來的時候 意識形態不清楚的時候 反而會有一個被自己嚇到的 危機跟恐懼 通常我們居家裡頭 喜歡放照片的 都放在走道 走道 家人互衝的地方 你是說它外面樓梯嗎 這鄰居都看得到 是 可以 就走到我們家 這個也滿人敦親牧林的 可是不見了會被認同 滿人敦親牧林 拜託引來色狼好不好 太強 太強 往那裡走 對啊 臥房的人像圖畫 最好放在家中走道 還能提升家人的感情 而床位不宜正對鏡子 以免半夜起來上廁所 會被自己嚇到 而看完兩姐妹的房間 現在馬上來到哥哥房 據小優表示 哥哥還是一位 略懂風水的建築師喔 無可挑剔的臥房風水 讓您運勢大開 一行人馬上來到哥哥嫂嫂的房間 完美的臥房風水 連顏色都很講究 詹老師專屬的生肖五星開運術 馬上報好立志 我們在我哥哥的房間 即將迎接新生兒 我是 你坐好朋友寶寶喔 沒有 那個 你幫我們看一下那個 那個 什麼事 他哥哥還滿懂風水的 真的 所有的擺設 幾乎都沒有太多的確定 人家結婚生小孩就很旺啊 對 住到好地方啊 我們可以走啊 還有一些開運的 給他補槍一下 那個之後偶爾是在補嗎 不是 什麼 沒有啦 怎麼都不太緊張了 我好緊張喔 跟你講 我趕快消息 趕快消息 你要跟你講壞消息 你哥哥的房間 怎樣 我哥要請教小孩 不能破 是全家共睡最好的 真的假的 你哥哥是不是搞建築土木的 我哥是 真的喔 他真的假的 對 因為我哥他是做建築的 然後我哥哥的嫂嫂 就是我的嫂嫂 他的爸爸也是風水 就是念風水 那為什麼 他是風水 但是他沒有來看 誰是風水 誰 怎麼有你呢 缺點還是要我告訴你 我自己 你根本不是 講得很好 你幹嘛先親 你不是先擬線 嫂嫂嫂到誰 風度 嫂嫂的爸爸 風度 沒有你 全台灣有登記風水老師 大概有一萬兩千多人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應該這麼樣沒有體貌 對 要推從他們的成功 沒錯 所以嫂嫂的爸爸 就算了 今天就 所以 你真的 他就只敢睡在這裡 這個就像他會變 那個風水一樣 多重要 這麥克風都丟給觀眾了 對啊 好啦 沒有要研究 所以 所以這裡好在哪裡 我們尊重他大嫂的爸爸的專業 但是我希望來互相的成長 好 一些小小的缺點再修繩 你是有精神分裂症嗎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前一秒的 你裡面是住兩個人 是不是啊 前面是效果 後面是真 講真話 真的實訊 好啦 那你說說看 他的房間風水哪裡好 當然 前屋窗後屋門之外 左右也是縫圓 上面有沒有 我們所設的梁 那是玉帶還腰 而且睡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們說過了左青龍 龍有冷氣、洞氣 這邊又有明亮的窗子 是 是極佳的風水格局 讚 而且整個色系有沒有 你哥哥是什麼生效 我哥屬雞 屬雞 對 這樣 所以雞本身跟猴 在五行中是屬金 金 那麼我們說金生水對不對 所以他選藍色、紫色、黑色系的 有沒有看到 有耶 黑的、紫的 真的耶 跟住在這邊 跟他住在這邊的人 會受到這隻雞的客戶很多人 這隻雞 難怪要生小孩了 你看看 對啊 你哥哥這隻雞 很會客戶 是一個跟他同住的人 有 還滿找我大嫂的 對不對 而且 而且它的圖騰有沒有 以白色為主 很漂亮 西方的金是白色的 叫做雞雞相生 雞 不是 對不起 聽起來有點奇妙的 雞雞相生 夾一筆 物極根 之首以某城市五味 生油絮海 生為紅 油為雞 對啊 那麼都屬於金 叫做金金香生 金金 那你哥哥屬雞 也是雞雞相生 這個是原色 圓的圖形有沒有 在五行中也屬金 也是金金香生 它本身白色的也是金雞相生 金雞相生 金雞 金雞 金雞跟金金 對 如何在講這段那個好笑的過程當中 耳不笑嘗 對 好冷靜喔 你好冷靜 你也本人 我剛剛有偷看他喝了一點感冒藥 不是 我是走專業路線 我不能再搞笑了好不好 好 而且哥哥已經生小孩了對不對 就是六月要生的 六月要生的 你們這樣小孩要放嗎 老師要預設是 這邊是他的嬰兒床 嬰兒床放在這裡 對 這個冰箱上面有一個禁忌 而且他哥哥非常聰明有沒有 片尖照理的情況之下 他擔心這個是涼 他故意把這個切個斜角度 有沒有 對 斜角度 這樣就好 他本身就不是涼 他為了擔心 他所以切個斜斜角度 不會有直角直接切到下面的人 或居住的人 你哥哥真的是風水七彩葉 真的 所以他小孩放那兒OK的 所以寶寶睡這個地方 以三個位置來考量 那邊擋到一廚的門 一廚 這邊是腳向窗 後有門也不行 只能在這個地方退而求去 這裡是算他的彩位耶 但只要保持小孩子的 只要保持小孩子的這個床單 床的乾淨 小孩子代表新生命嘛 也是一種喜訊 因為說實在的話 小孩子如果生病 是要花很多錢 對 只要小孩健康、平安就好了 對 主要是那個心力交瘁的感覺 對 但是我要講一句 比較私立的話 好不好 再怎麼樣好的風水 還是有個小小的缺點 這個桌子 這個桌子 不是啊 有人拜姿勢擺上嗎 你借過一下 這哪一門呢 我賣的啦 你借過一下 剛剛連小禎都看出來了 怎麼了 他的那個啊 小飯在... 其實... 這個叫做後靠 後有門 這個也許是下單 也許要訂東西 也許要洽商談事情讀書 形同虛設的桌子 以文昌區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邊是東北方 東北方是固定的文昌位之外 如果你的桌子 當時如果放在這個地方 那麼我們說智慧錢財也來 冰箱放下面也不影響 依舊能夠我們說的 儲存一些我們的財富跟食糧 那麼你坐這邊的情況之下 對不對 一、後有牆當依靠 沒有門沒有窗 其次這個的動線會更順暢 夫婦的爭吵會講到最低 三、在這個桌面上 還可以做一點開運、起伏 求財的一些加分問題 但如果像你這樣講的話 它就變成書桌跟嬰兒床 只能二選一啊 我們今天是以 沒有生小孩的考量 也許小孩長大了 賺了更多的錢 也許會更多更好的選擇 所以目前為止 我覺得就是二選一 要不然就是維持現狀是最好的 生肖五行開運術來了 生肖屬雞 一用藍紫黑色系布置臥房 另外還可以擺放圓形圖騰 來開拓你的運勢喔 妳哥書櫃真的很讚耶 怎麼了 我跟妳講 這超好吃的 這什麼 超好吃的 我哥怎麼地藏好貨 我都不知道 可以吃嗎 可以吃嗎 吃啊... 他也不給我們吃啊 我跟妳講 食物藏在自己房間裡面 可不要跟大嫂兩個人在裡面 真的要吃 我跟妳講 這一家的餅超好吃的 是不是 好香喔 胡椒 胡椒餅耶 胡椒餅 很特別 對不對 來講怎麼講啊 怎麼這樣 要講一下啊 對啊 哥哥 有好吃的東西嗎 不出來啊 有了 這邊送水要求 我想說 我哥哥跟那個小嫂感情 會不會好 會不會長久 很好啊 大跟小孩了 下一題 你哥哥 應該是在這裡對不對 我哥好像在哪裡 對 要他這樣早 他比較早起 出門這樣比較順 對 而且... 而且他以後有小孩 老婆睡著 老睡啊 顧小孩啦 有沒有 大嫂厲害 厲害 你講得快 我以為要睡這個會怎樣 他的爸爸確實是高手 真的假的 以這兩個床的空間 來確定他們的地位 這邊的空間比較寬 寬 所以這邊的人 他所揮灑的空間 他想行使個人權力 跟魅力的空間比較大 所以是哥哥 理論上 哥哥是要去做的 做金融有百五 大嫂轉過來 轉敗為勝 所以大嫂所以這邊 比較有能力 那我給你答應 生完小孩他一定會轉過來 這樣 因為比較方便 對 所以你哥哥是個非常疼老婆的 還滿疼的 就不疼妹妹啦 好 慢慢吃 你找別人 餅乾都藏起來了 你去找別人疼好不好 好 對啊